大家好老韩 宝马IX可能在家族当中销量也不算大 价格也不算接地气 但是它却开创了宝马家族近些年来的 全新的内饰外观的设计风格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2025款的宝马IX 感谢Tim提供的帮助 买宝马买雷克萨斯都可以找Tim 本人的AI英语频道现已光荣上线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点亮小林 大 IX在2018年的罗兰基车厂上首秀 在美国地区2022款是它的首款车型 它采用的是宝马家族的第五代电驱系统 目前市场上在售的 有516匹马力的50系列和610匹马力的M60系列 动力参数如果跟X5的纯油版本相比的话 可以看到50系列 直接跨过了6缸版本的X5 如果跟8缸X5参数对标的话 感觉也差不太多 那M60系列的IX呢 如果跟纯油的X5相比的话 参数多少显得就有点变态了 50系列配备的是369V 303A 净容量为105.2千瓦时的电池组 充电时间呢 大家看图 在外形尺寸方面 两款动力总成的产品呢 车型外形尺寸完全一致哈 如果跟德系中大型的SUV相比的话 IRX外形尺寸呢 跟X5啊 跟GLE还是比较像的 但是并没有它们高哈 如果跟GLS X7相比呢 那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还是要比它们小一些 IRX系列的最小离地间隙是8.8寸 宝马在IRX的自重上呢 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包括它的车架呢 用的是铝合金材质的 在车上很多的部位 你都能够看到碳纤维的材质啊 据宝马官方讲呢 包括悬挂的结构 包括一些部位上 都进行了减重的设计 然而即便做了这么多减重的设计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50系列和60系列的自重呢 还是比较重的 跟这个级别的油车相比 还是重了很多的 官宣50系列 0到60英里每小时的 加速时间呢 是4.4秒 EPA公布 最大续航里程50系列呢 20寸的轮子是309英里 21寸的轮子呢 是303英里 22寸的轮子呢 是302英里 综合工况下的能耗 从87到83MPGE 2025款两款车型呢 厂家指导零售价呢 大家可以看图啊 但是大家清楚 德系车呢 它主要是卖包卖选装的 基础价格呢 意义并不大 而且大家知道啊 虽然这个I-X系列 它售价比较高 但是电车呢 由于目前竞争比较激烈 在市场上呢 很多地区 基本都能拿到一个 很好的价格啊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台呢 是Tim这儿的一款 在售车型 2025款的50系列啊 配的2754022的四个轮子 这车在基础配置上 选了一个驾驶辅助专业包 选了一个内部的M套件包 选了个高级包 选了个运动包 还运费的MSRP呢 为101095块 这台车总装下限于 德国工厂 这台车的名字呢 叫I-X I呢 是目前宝马家族的 电车子品牌 那I-X呢 就相当于电车子品牌里面的 顶尖产品 用这台车代表宝马家族 在一定时期内的 电气化产品的 最新设计风格和方向 那实际上呢 宝马家族也是这么做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 在近几年上市的 全新世代的宝马家族的产品上 基本都充斥着 这台车的外形和内饰 设计的样子 这台车从外形上来讲 可以感觉到体积很大 显得很扎实 下盘显得很稳 但是整体的高度 并没有像X5那么高啊 电气化产品 由于设计结构 技术路线的原因 它在外形的设计上 设计的平静 相对于油车要小了很多 那可以看到 这台车在外形上 跟宝马X5 风格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从前脸来看 前方的前机舱呢 显得并没有那么长啊 在前机舱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凸起的形状 坐的还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而且显得比较饱满 这车前机舱呢 我想设计人员 是不想让我们普通消费者打开的 它打开的方式 跟传统的宝马产品 是有一些差别的 左侧呢 下面有个绳得拽一下 右侧下面有个绳也得拽一下 分别拽完之后 才能把前机舱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也没找到直层杆 我也没找到液压杆啊 一个原因呢 有可能是我土鳖 我找不到 另一个呢 可能它也真没想让我们打开 前脸的设计 基本奠定了近些年来 上市宝马家族 全新世代产品 那个设计基调啊 灯组设计的比较窄 灯组里面的灯源呢 跟以前传统的宝马家族产品 产生了很大差异 显得是比较胸胸眼神 比较战斗的 当然这个也符合了 目前车塔上一个设计风格啊 上方的两个灯带呢 既是日行灯 又是转向灯 前方传统中网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台车呢 设计的比较大 鼻孔张的比较开 给人一个压迫的力量感啊 前方中网呢 里面集成了巡航雷达 官方讲 它这个前方中网的材质呢 有一定的自愈能力 就是当小石子碰上之后呢 它可以自愈 当然这个怎么自愈呢 我跟很多人聊过啊 我也不清楚 这个怎么能自愈 如果有朋友有这台车 同样你也用到了自愈功能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啊 前方上下一流屏 根本就没有传统保险杠的概念了 前方最突出的呢 就是前方那个摄像头啊 下方可以看到 不论造型也好 还是细节也好 设计的都比较犀利 比较复杂 左右呢 各有一个通风孔 前唇呢 设计的也比较复杂啊 当然这些 我们在宝马家族 全新世代的产品上 全部都能够找到影子 从侧面来看呢 一个是感觉到 IS侧面造型 是比较有特点的 再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上市的 全新世代的宝马家族 SUV产品 侧面的造型 是不是跟这车都神似 特别是之前 我们看那个X3 侧面造型呢 跟它就更像一些 得益于电气化平台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呢 设计的跟传统的油车 还是有一种区别的 首先看前舱呢 它并不是显得很长 这个跟宝马家族 传统的SUV 前舱设计的都比较修长 是有一种区别的 再一个呢 可以看到 它前舱跟客舱 显得融为一体一些 并没有那种 静位分明的设计界限 再一个 我们看的这个轮子 即便呢 我们不看的轴距的数字 就看的这个轮子的设计 基本都贴近于四个角的 每个角的边缘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车身的高度显得并不高 虽然它整个车呢 跟X5的长度宽度都差不太多啊 但是它高度相对的 会比X5低了一些 车辆的侧面设计呢 也没有很复杂的线条 基本都是以圆润的线条为主的 在车辆侧面的配色上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在轮子上 还有一些金属颜色之外 其他部位呢 全部都是黑色材料装饰啊 四个车门子 只有前面两个门子 带有触摸式解锁上锁的功能 后面两个门子是不带的 门子开启的方式呢 也是这种上翻式的啊 也里面有个感应按钮 车门子呢 下眼并没有把车底下眼包住 当然这也是宝马家族的设计风格了 四个车窗用的都是单层玻璃 并没有用任何的双层玻璃啊 在这台车上 而且呢 门子用的是一个无矿式的设计 以我的身高给大家做参考啊 虽然这台车呢 离地间隙不低 但是整体的高度显得比较低 地板的高度 我觉得相对会比X5低一些啊 上下这台车相对的 会显得更方便一些 车辆只要把门 或者前盖后盖一打开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碳纤维材质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的离口 全部都是碳纤维的材质啊 这宝马为了降自重呢 也是拼了 但是确实车辆呢 它也不轻 目前IIS50系列呢 有20的轮子 21的轮子 22寸的轮子可以选择 这台车呢 是四条22寸的 大轮子显得很扎实啊 刹车系统呢 前刹车用的是四通道的刹车卡钳 配上直径13.7寸的通风盘 后刹车盘呢 是直径13.6寸的通风盘 这车呢 从后方来看呢 它并没有一个 非常熟悉的前提后高的造型 后方呢 甚至有个下压的动作啊 那后方呢 跟前方侧方的设计进行了呼应 都是显得比较饱满的造型啊 并没有那种直棱直角 切割半的造型 这后方造型呢 我觉得一定要从正后方给个特写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车的正后方截面呢 下方下盘显得比较宽 显得比较扎实 上方呢 并没有下方这么宽啊 这个造型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 近期我们看到哪款产品 后方是这个感觉的 后方上方呢 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小尾翼 整合了高危自动灯 左右侧呢 稍有一个窗框的设计啊 本体式的雨刷设计 后面两个尾灯呢 设计的比较窄 但是长度比较长 包括外部的形状 和里面的灯带 显得设计的都比较有力量感啊 实际上感觉 穿透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电气化产品 宝马家族的logo呢 外面都有一圈蓝颜色啊 后方的摄像头呢 位于logo的下方 整个后方呢 也没有一个突出保险杠平台的设计 上下几乎都是一流屏了 左右比较夸张的 扩散器造型上面呢 设计了反光视板和倒车灯 当然并不是最突出的位置 但是也挺突出了啊 宝马家族 全新世代产品的钥匙 尾板上方呢 就是一块塑料板 上面有个三角盘的卡槽 但是美国地区呢 是不标配三角盘的 上面还有一个小板 跟这个板呢 能形成一个平面啊 后备箱的开口形状 显得是比较规则的 一方面呢 因为两边坐的比较厚实 可以看到宽度呢 比较一般 这台车呢 设计的是比较低的 后备箱的下眼呢 显得也并不是很高啊 当然上方也不是很高了 后备箱的金身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论是上方还是下方 金身都可以 后备箱板打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两边这都是碳纤维的 下面呢 还有两个灯 既安全又方便 围板上面 左右侧 各有一个照明灯 一共是三个照明灯啊 后备箱 下方有四个 非常扎实的勾点 左侧呢 有个绑带 大家可以看到 左右两侧呢 全部都是地毯上墙的材质啊 右边呢 这有个12伏充电器插口 一个挂钩 这有放到第二排座椅的按钮 盖板呢 分两段开启 第一段呢 打开之后 下面是个储物格 这边呢 有个打击棒 这台车是没有备胎的哈 并不是防爆台 也没有备胎 这有个充电线 第二层打开之后呢 下方是一个带融衬的储物格 第二段开启之后呢 整个板可以站住啊 可以立住 放到第二排的钮呢 只能放倒 抬起来就得是手动的了 放到之后呢 第二排的椅背 跟Copy相应显得是比较平的 稍微有个向上的坡 但坡度不大 iX的这套中控内饰的设计 目前已经成为了宝马家族 最新的设计风格 最上方呢 是一个12.3寸的液晶仪表盘 加上一个14.9寸的液晶屏 两个屏呢 连接在一起 做成了一个曲面的形式 中间那个屏呢 有像驾驶员一侧倾斜的角度 中控台队实体验键的数量进行了精简 把仅有不多的实体按键呢 全部放在了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当然它这个空调出方口的调节方式呢 已经不是家族的最新模式了哈 总体来讲 由电计划产品开创的这套中控内饰风格呢 在宝马家族掀起了极简简约的设计风潮 四个车窗呢 都有一键升降功能 抬头显示的面积很大 抬头显示里面的元素呢 也是目前宝马家族最新的版本 12.3寸的液晶仪表盘呢 有三种显示模式 这个之前我们也看了很多次了 透过方向盘右面这组键子进行调节 包括显示的模式 包括中间行车电脑信息的调节 包括抬头显示样式的调节 都可以在仪表盘内进行调节啊 可显示的信息呢 还是比较丰富的 因为这台车一个是价位到位了 再一个呢 它是电计划产品 里面多了一些相关的显示 还有前方影像的AR显示 同样呢 宝马家族的这个液晶仪表盘 当我把座椅方向盘调节到 适合我的位置的时候 我看这个仪表盘 方向盘遮挡的位置 是没有任何读数的啊 这个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IX方向盘也确立了 家族的最新方向盘的形式 这台车呢 选了一个M套件的方向盘 方向盘手感一级棒 方向盘非常粗 3.9点突出这个手型啊 也非常大 非常壮实显得啊 方向盘的材质呢 也不像宝马家族以前 那种比较硬的材质啊 也那种比较软的材质 捏在上面比较舒服 上面的快捷键呢 也都是家族的最新样式了 这车呢 在方向盘后面是没有拨片的 灯光开关呢 依然放在方向盘 左边的中控台上 有自动开闭功能 有自动远光功能 前方雨刷呢 有雨量感应功能 自动防穴幕的 无边框的那后视镜 上面有三个车库开关 这上面呢 就没有什么眼镜盒 全景镜完全都没有了 这车呢 还有个内部的摄像头 这块14.9寸的中央屏呢 硬件是家族的最新版本 它的iDrive系统呢 是iDrive8的版本啊 iDrive8呢 已经不是目前家族的 最新版本了 宝马这套系统呢 我们也看了很多次了 它呢 把一些快捷键键都放在了下面了 包括空调啊 导航啊 各种应用的快捷键键 全部都在下面 座椅有三个档次的加热功能 方向盘有三个档次的加热功能 这个车呢 配有哈门卡顿音响 音响效果还是不错的 iPod CarPlay Android Auto 都有无线连接功能 这车呢 有全景影响 后方影响 左侧盲区 右侧盲区 前方影响 显示的很清晰 过度的也很丝滑 带有摄像头清洗装置 一表台的中央呢 只有这三个实体按键 这车前方还设立了一个卡槽啊 这个卡槽呢 我觉得卡手机是非常方便的 基本所有的实体按键呢 都集中在这个部位了 掰扭式的换档杆 这车下面还有一层储物格啊 有两个小口的数据交互口和充电口 一个12伏充电口 一个无线充电板 扶手箱左右开启 扶手箱还是比较深的 里面都有绒衬 上面呢 还有一个小隔段 里面就没有任何插口了 坐进来以后 第一个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空间表现啊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 空间完全没有问题 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这几年大家清楚 包括宝马在内的德系品牌呢 它的座椅都是那种支撑比较到位 但不是很厚实 不是很宽大的那种 人体工程学座椅的感觉 这个车的座椅呢 应该是非典型宝马家族的 舒适座椅的存在啊 座椅呢宽宽大大的 显得非常厚实 坐在上面呢 有个渲软的感觉 车辆内部的材料呢 是这种布衣材质 和这种类似于 粉毛皮材质拼接的一个感觉啊 在座椅上呢 同样也是两种材料的拼接 主副驾驶的调节呢 都是电动调节的 而且主副驾驶的调节项目 是比较一致的 这个车的调节装置呢 放在了门板子上 门板子上这些调节装置呢 并不是它全部的调节项目 还有更多的调节项目 包括座椅按摩功能 都要到中央屏里去调节啊 两个座椅呢 都带有两项记忆功能 但是这个车呢 并没有坐垫延长功能啊 好在它坐垫是比较长的 坐在里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坐姿高度 是没有X5那么高的 没有像X5座椅 把身体拖得比较高那种感觉啊 当然它也不存在 现在里面开车的感觉 身体的高度 身体的姿态 属于适中的一个高度啊 这套落地换挡平台的设计呢 也是由IIS首先开创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呢 中间是有个贯穿过道的形式啊 分成上下两格 下面有两个水壁架 但是如果它这个过道啊 再有一些玩法 我觉得会更好了啊 比如说有个抽屉啊 下面有一个什么花样的储格啊 我觉得会更炫酷一些 在用料上呢 车棚顶都是不宜材质的 这几个柱的内衬呢 全部都是不宜材质的 它前面这个A柱啊 显得是比较粗 同样呢 它这个倾斜角度显得比较大 在拐弯的时候呢 视觉盲区还是比较大的 中央一表台呢 远端的用料是那种不宜材质 近端的用料呢 都是粉毛皮的材质 下方呢 包括手套箱上面 也是那种不宜材质 而且有软性感觉的 换等平台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不论上方下方啊 侧面全部都是塑料 而且这个塑料呢 没有任何软性的感觉 窗户工作的声音呢 还是非常小的 窗户即将关上的一刹那呢 也有一个非常棒的降噪的动作啊 门板的用料呢 相对显得是比较扎实的 上方呢 大量的采用这种反毛皮的材质啊 上方的黑色呢 全部都是不宜材质 四个车门子呢 都是电子开关的 紧急开关呢 放在了下方 下方的黑色塑料呢 上面是有软性感觉的啊 非常棒 门板上呢 有一个杯架 有一个巨大的储物格 中控台下方呢 还有两个杯架 电控的四项可调方向盘呢 可伸缩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 坐在后面呢 感觉也是比较舒服的 首先空间感觉非常棒啊 坐在后面并没有一个 剧院式加高的效果 第二排的视线 跟第一排的视线 是差不太多的 这样就导致的 你如果坐在后排 坐在后面这两个座 你的视线 被前方那两个头枕挡得是死死的啊 空间大家可以看到 头部空间非常棒啊 腿部空间 这个座椅呢 相对就比较靠后了 我腿部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那边相对就更宽敞一些啊 前排两个座椅 坦率来讲 仍然是这台车最舒服的两个座椅啊 第二排的座椅呢 虽然也是很舒服 但是并没有前排舒服 第二排的座椅呢 添重材料 也是一种比较渲软的感觉 但是感觉到呢 它这个座垫 如果再长点 或者再高点 就会更棒了啊 第二排的三个座椅呢 是一体式的 除了椅背可以整体放倒之外 不能够进行任何的调节 这个座呢 稍微差点意思啊 这车呢 是四分区空调 后排的空调呢 也可以分成两个区域控制啊 两边的两个座椅呢 带有加热功能 前排的中央扶手箱后方呢 有两个空调厨房口 左右的壁柱上各有一个 这个做的比较好 前方两个椅背上 每个椅背上 各有一个小口的充电器插口 还有一个拓展口 前排椅背后方呢 左右各有一个储物格 中央地板是非常平的 门板的用料跟前排也比较类似啊 并没有鸡贼 上方黑色的呢 都是布衣材质 上方这种浅色的呢 都是粉毛皮材质 下方的塑料呢 是有软性感觉的 门板上是有杯架 有储物格的 中央扶手箱高度非常够高 当然也非常饱满了 前方呢 还有两个杯架 这个车可以看到 在开发的时候呢 就是瞄准了特斯拉啊 在很多细节上 我看都是瞄准特斯拉的 第一个呢 这台车并没有给配天川 配了一个天幕 天幕也没有帘 天幕可以调节透光绿 再一个呢 就是我个人非常不理解的一点啊 就是这四个车门框上面呢 哪个门框上面 也没有把手 这电车开的就这么稳吗 不需要拔一下吗 左右呢 上方有个翻折式的挂钩 前方有个挂钩 照明灯放在了这个位置 这车开起来呢 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动力这块呢 这台50系列 我觉得是完全够我用的 即便在正常模式下 你只要你突然一脚电门啊 踩到一半以上的行程 车辆也会有一个弹出去的感觉 类似于人脑分离的感觉啊 平时在过日场景下呢 循序渐进的踩电门 即便拖动一个这么大的身板子 动力呢 也完全不在话下 空旋呢 在50系列的IS上面呢 是属于旋装 这台车呢 我在车窗纸上面 没有看的写旋装空旋了 那如果是没有空旋的话 宝马能把一个纯机械的悬挂 而且拖的这么重的车身 做成这么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了啊 至少我觉得跟上次咱们试那个 带空旋的ZDX悬挂相比 它一点都不差 但即便调的这么舒服 还是败在了一个大身板子上面 车身实在是太重了啊 悬挂呢 整体上能够感觉到 它是舒适风格的调校 低速压一个路面的凸起 或者小路况呢 悬挂也能尽力的将其震动抹掉 传到车内的 不会是那种生硬的颠簸 但多少还是会有一些颤动啊 高速过一个平顺的起伏路面呢 也可以感觉到车身根本就忽悠不起来 在下路那一刹呢啊 也会感觉到车身拍地上 而且拍在地上的感觉呢 不是很舒服 但是拍的呢 并不生硬 刚上这车的时候呢 我没看车窗子啊 我一度以为这车肯定是选了空旋的 反正来讲 如果宝马 能把这套悬挂的存机械部分啊 下放到其他自重比较轻的存油车上 那悬挂肯定是老弊了 但是呢大概率是不可能 谁家过日都得算账啊 毕竟即便是这台50系列的IS的MSRP呢 在家族当中也应该属于大哥的级别了 刹车感觉一般 不像是宝马家族顶级产品啊 应该也是这个大身板子比较重闹的 整体踩上的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刹车踏板比较紧致啊 脚搭在刹车踏板上 刹车板上有反应啊 这些都非常宝马啊 但是当车辆快速行驶 你突然有个刹车需求 把刹车踩到吃劲那个点的时候 会感觉到没有宝马其他油车的刹车 踩着那么有信息 信息没那么足啊 不会立即用较短的刹车距离呢 就站在那儿 这点呢多少显得不太宝马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是比较新派宝马的 低速显得比较轻 高速呢倍稳 没有什么槽点 静音性还是可以的 风噪控制的不错啊 不愧于0.25cd的风噪系数啊 拍照呢也是可以适度听见的 车辆在时速低于20km每小时的时候呢 车外会发出一个警示音啊 提醒路人有车来了 加速啊 如果你使劲踩电门 车辆会在车的内部扬声器里面 发出一个模拟的电机电流的声音 对本来就比较紧张的加速过程呢 进行渲染 总体上呢 感觉到这车宝马还是下了功夫的哈 但是受制于比较重的自重呢 使得宝马下了这些功夫 如果是跟宝马油车横平的话 就只能显得是比较平平了 但如果把iX对标特斯拉的model X的话 当然你从名字上这块人就对标了啊 我觉得至少开起来 这台iX呢 比model X舒服 更有所谓的质感啊 总上就是这台2025款宝马 iX50系列的参观视频 总体上来讲 这台车呢 在外观内饰上 都引领了宝马近期的设计风潮 在近期上市的全新世代产品上 都能够找到这台车内饰外观的一些设计的影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台车呢 在设计之初也是以特斯拉为假想敌的 车身上很多布甲 很多的设计 应该都是参照了特斯拉的产品 从动态感觉上来讲 这台车呢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以舒适为导向的电车产品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希望以后的电车产品的自重呢 能够降一降啊 车重乃万恶之源 目前不论在美国哪个地区 市面上IAX的曝光率是非常高的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 也都选择了这款产品 电车产品呢 虽然它的MSRP都定的比较高 但是由于市场上竞争比较激烈 市场上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哈 有喜欢电车的朋友呢 又不想开着千篇一律的特斯拉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车哈 当然还是那句话 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别控制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